大家好,我老肉 今天来说一种意义非常特殊的植物 就是地瓜 也叫番薯,红薯或者山芋 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样 但是肯定都认识了是吧 所以地瓜看起来很普通的一种植物 为什么说它很特殊呢 是因为它基因组里面有点不同寻常 说它是世界上目前已知的第一种转基因种作物 而且来说它这个转基因 并不是人类基因工程搞的 而是来自于一次未知事件 然后经过基因分析 说这事可能至少得是八千年以前了 就很离谱 所以才说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植物 这个咱待会还要详细说 那么地瓜的英文名叫 sweet potato,甜土豆 而且你看它几个中文名 像什么番薯,红薯之类的 也跟马铃薯,鼠仔,荷兰薯 这些土豆的名称有点像 所以就会给人一种错觉 它跟土豆关系很近吗 其实并不是 首先虽然它俩都是从土里挖出来的 但是土豆是一种快径 而地瓜是一种快根 它俩性质就不一样 另外生物学分类呢 土豆以前说过了 它和茄子番茄是一家的 来自于茄木茄科的茄薯 然后地瓜虽然也是茄木的 不过它属于玄花科的番薯薯 不是同一科的 所以也算不上很近的关系 那么地瓜这个鼠名虽然叫番薯 但实际上这鼠里面大多数物种 并不是什么什么鼠 而是什么呢 有点意外 是茄牛花 也就是野外很常见的喇叭花 说番薯薯大约600多个物种 大部分都是类似茄牛花的植物 这个可能好多人想不到 是吧 然后就是在这么一堆野花里面 竟然除了番薯这么一种 长得粗大快根的 还成了美食的奇葩 那也算相当另类了 所以说到底是哪儿的茄牛花 变成了地瓜呢 原产地这块 地瓜和土豆又一样了 也是美洲 那么地瓜的祖先是谁呢 咱接着往下说 说地瓜的学名叫Batata 这词来源于加勒比地区的原住民 叫泰诺族 泰诺族人管他们种的地瓜品种 叫Batata 然后有观众可能觉察到了 说Batata这个词 怎么听着有点像Potato呢 实际上还真有这么个渊源 因为哥伦布刚发现新大陆那块 没见过的东西太多了 西班牙人也懵啊 是吧 所以见到土豆的时候 也引用了地瓜的Batata这个名字 给土豆起名叫Patata 后来英语就演变成了Potato了 它是这么回事 那么地瓜起源于美洲是肯定了 但是他们的祖先是谁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很长时间 说现代地瓜的基因组都是六倍体 科学家们推荐它是由两个祖先杂交出来的 一个是二倍体 一个是四倍体 其中二倍体祖先啊 是一种叫大兴牵牛的牵牛花 分布在环加勒比海地区 这些植物的根非常细 据说也就是铅笔那么粗 完全没有实用价值 它跟地瓜的关系 其实很早就证实了 不过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地瓜的四倍体祖先 一直都没找着 科学界已经找了快一百年了 然后终于在前年的时候啊 也就是2022年 牛津大学一个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 说在厄瓜多尔找到了 是一种长在杂草丛里的牵牛花 花是白色和紫色的 根也是非常细 不能吃那种的 那么根据基因分析呢 它可能就是科学家们 一直在找的地瓜的四倍体祖先 研究人员给它起名叫赤道牵牛 说就是它和大型牵牛杂交 后来才产生了六倍体的地瓜 它俩是地瓜的野生祖先 好了 地瓜的祖先是找到了 不过这事还是很奇怪 你对比一下土豆就知道了 说土豆的快径长那么大 虽然也是人类培育的 但是土豆祖先 它本身也有快径了 是吧 只不过个头比较小 毒性很大而已 有总还是有的 但是地瓜这边呢 就很诡异 因为它祖先的两种牵牛花 根都很细 没长快根 怎么杂交之后就突然变粗 出现快根了呢 有这么个疑问 那么关于这事 答案还是在地瓜的基因组里面 说2015年有项研究 科学家们对291个地瓜品种 进行了基因分析 而且这些品种 南美北美亚洲非洲都有 基本可以代表全世界 所有主流的地瓜品种 然后基因分析的结果呢 有个发现很不同寻常 说所有291种地瓜 都有一段原本不属于地瓜的DNA序列 甚至来说这段DNA都不来自于植物 它来自哪呢 来自于一种细菌 叫浓感菌 那么这种浓感菌 科学家们可太熟悉了 因为它是实验室里面改良植物的一种工具 具体来说它可以干嘛呢 它可以通过基因水平转移 把一段DNA注入到植物细胞里去 就像有些病毒一样 浓感菌特别擅长这个 比如在实验室里 你可以把浓感菌和某些植物细胞混合 让浓感菌把一小段DNA转移到植物细胞里 然后再诱导这些植物细胞复制生长 你就能得到一颗转基因植物了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那么浓感菌转移的DNA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哎 效果刚好就在根部 说它会让植物的根发生膨胀 长出根流 所以科学家们就认为地瓜的快根 很有可能就是浓感菌搞的转基因造成 只不过这波操作并不是在实验室里 而是在野外自然发生的 而且推断是八千年以前了 可能正是因为美洲原住民 发现了被转基因之后的 有快根的迁牛化 这才开始培育它们当食物 最后培育出了地瓜 也就是说地瓜相当于是一种 天然的转基因作物 就这么神奇 那么这个发现除了解释地瓜起源之外 可能还有个额外的影响 就是转基因食物的安全性问题 因为目前来说 虽然还没有任何证据 说转基因食物比传统食物 有什么额外的危害 但是公众普遍有一种担忧 就是毕竟转基因技术时间还比较短 谁知道十几年几十年之后会怎么样 是吧 存在一些争论 需要时间去验证 所以正好地瓜这个转基因都吃了几千年了 也算多少能提供点参考了 那么大家对转基因有什么看法 也欢迎留言讨论一下吧 那么地瓜作为牵牛花的后代 当然也会开花 而且它开的也是喇叭花 不过很多朋友可能没见过 是因为他们开花 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一般来说 得是温度在20到30度之间 同时每天日照时间 在11个小时以内 它才容易开花 所以基本也就热带地区能满足这个 比如他们老家中南美洲那片 是可以正常开花的 温暖的话 夏天光照时间太长了 所以地瓜一般不开花 那么地瓜既然能开花 那当然也会结果 也有种子 说地瓜结的果子是绿色的 一个小圆球的形状 最后产生一些黑色的小种子 不过和之前说过的土豆一样 地瓜也不能自花受损 只能产生杂交的后代 所以人类这几千年育种 产生了非常多的地瓜品种 就说现存已知的 大约有7000多种 比土豆还多 而且来说 一般种地瓜也没有用种子种的 因为确保不了遗传稳定 也只能跟土豆一样 用克隆的 不过土豆是用种鼠来种 也就是把快径切了种下去 然后地瓜不一样 它是用地瓜藤来种 大约20厘米长那么一段 上面带几片叶子 把它斜插着埋进土里 叶子漏在外面 是这么种的 然后地瓜也被认为是随着 哥伦布大交换走向了世界 不过有个地方比较特殊 就是南太平洋群岛 从现有的考古证据来看 南太平洋的玻利尼西亚人 很有可能在哥伦布之前几百年 就已经航海到了南美 把地瓜带回去种了 而且还成了好多岛上的主要粮食作物 那么这事呢 在他们的语言里面好像也有证据 比如说毛利语的地瓜又叫 库马拉 刚好避露沿海的土著语也叫库马拉 这明显是有关系啊是吧 所以说南岛民族能孕育那么多人口啊 可能也有地瓜的功劳 比如著名的复活节岛 岛上的拉帕努伊人主要的粮食作物就是地瓜 也就是说他们要是没有地瓜填饱肚子的话 可能也就没那闲工夫去造石像了 一点都不夸张啊 都是地瓜闹的 那么除了南太平洋群岛之外呢 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是哥伦布之后 由欧洲人扩散了 说当年欧洲人先把地瓜带回了欧洲 结果很受欢迎 毕竟它确实很甜很好吃啊是吧 所以很快就成了上层社会的食物 有钱人都想尝尝这种异域风味 跟土豆当初被叫做魔鬼之物根本不受待见啊 那可太不一样了 然后后来呢 欧洲人进入大航海时代 就把地瓜和其他农作物一起扩散到了世界各地 不过现在把地瓜当主要口粮的地方呢 其实并不是很多 现在来说的话 全世界地瓜产量每年大约能有1亿吨 其中中国能占55%左右 后面其他的基本就是非洲一些国家了 比如马拉维 坦桑尼亚 安格拉这样的贫困地区 也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啊 地瓜更多还是一种副食品而已 不会当主食 所以这就有点奇怪 因为要看种植效率的话 在所有农作物里面 地瓜其实算非常顶尖的 比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曾经排过 说按照每公顷农田每天产出的热量来说啊 地瓜每天可以产出7万千卡热量 在所有农作物当中排第一 又好重 产量又高 也就是说用它提供能量 其实来说最划算 所以地瓜到底为什么没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主食呢 哎 这就得说地瓜怎么吃的话题了 那么地瓜吃多了有个事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爱放屁 什么原因呢 有人说是地瓜里面有种酶 这种煤会导致胃肠道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然后也有人说是因为地瓜含有大量纤维素 纤维在肠道里发酵 产生了气体 促进肠胃蠕动 所以容易放屁 这是两种常见的说法 然后也有些研究啊 推测是另外一种物质产生了气体 就是甘露醇 甘露醇是一种不好消化的糖醇 地瓜含量比较高 收入多了就会容易出现脏漆啊 烧心之类的症状 总之地瓜虽然好吃啊 但是当主食来吃并不太合适 以前贫困时期有地瓜当主食的 那也是没办法 但凡家里有大米有小麦的话 谁也不会顿顿吃地瓜是吧 吃多了那真的是很难受 然后从地瓜的种类来说呢 明显有两个类别 有些地瓜肉质偏橙黄色 熟了之后更黏一些 那么这些品种啊 是因为含有大量的β胡萝卜素 所以才偏橙黄色 吃起来也更甜 你要是咱平常爱吃的烤地瓜 蒸地瓜炸地瓜之类的 那都是这种的更好吃 都爱吃甜的 不过如果作为主食来吃呢 太甜的就不太合口味了 毕竟人吃饭还有个摄入盐的需求 得吃咸的 所以以前当主食的地瓜啊 包括现在非洲贫困地区种的地瓜 一般都是另外一个方向的 就是颜色偏白色 肉质更干更粉一些的品种 这些没什么甜味的 才更适合当主食就着咸味的菜吃 它是这么回事 那么作为一种副食品来吃的话呢 地瓜的吃法那可就太多了 不过我个人来说啊 烤地瓜呢绝对属于YYDS 烤成金黄色 油亮油亮那种的 想想都好吃了是吧 毫无疑问首选吃法 然后除了烤地瓜之外呢 地瓜还可以做成炸地瓜球 红薯汤 地瓜粥之类的 这些也很常见 另外尤其卤菜这边有两种吃法啊 特别推荐 就是拔丝地瓜和琉璃地瓜 这俩都是先把地瓜切块炸透了 然后在果上炒出糖色的糖浆 不过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拔丝地瓜是趁热上桌的 吃的时候会拉出丝的 需要在冷水里蘸一下再吃 然后琉璃地瓜呢 是出锅之后要先一个一个晾开 等汤凝固了才装盘 不想不怎么沾 吃起来更方便 有机会的话 推荐大家一定要尝一下啊 那么说地瓜除了快根之外啊 其实地瓜藤也有可以吃的 当然普通地瓜藤呢 基本都是卫生畜 人一般不会吃 但是也有些专门培育的地瓜藤啊 末端的嫩叶子是可以当蔬菜吃的 菜名通常就叫红薯叶 炒着吃啊 煮着吃都可以 就跟吃空心菜一样 可能好多观众也吃过 而且这要额外提一下是什么呢 就是常见的空心菜啊 也叫翁菜 它也是翻书书的 跟地瓜和千牛花呢 都是非常近的亲戚 这个好多人可能不知道 然后作为千牛花一组呢 说也有些地瓜品种啊 竟然还成了观赏之物 一般是以赏叶子为主 偶尔也有看喇叭花的 那么这些观赏用的地瓜呢 虽然也有快根 但通常都很小 味道很苦 一点都不好吃 完全没有实用价值 只能作为观赏 另外最后还有种地瓜 大家比较熟悉 就是肉质紫色那种的 可能有观众会以为是紫薯啊 其实并不是 它只能叫紫心番薯 是番薯的一个品种 至于真正的字数呢 那又是另外一个物种了 回头会员专想专门来一起吧